Hello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上網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然後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進入主題 這個Marco Call 我想大家應該都還蠻知道這個品牌的 因為他現在是蠻 蠻熱門 大家是蠻受喜歡的一個品牌 我們就call他 MK 然後這是我今年回台灣之前 上網買的 他很方便是什麼 因為他這是旅行用的一個那種 類似旅行的那種血背包 就是你帶孩子啊或是幹嘛 他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先給大家看我買的是那種金黑金色 然後他是那種荔枝皮 好喜歡 而且他比較不容易壓壞 然後呢 他這邊打開來他這個coco是可以 是可以拿掉的 血背是可以拿掉的 然後就變成一個長皮夾 我在台灣是蠻常用的 因為就 很方便 然後他後面有一個加成 他就是一個加成 你可以放手機啦 或是放你的機票啦 登機證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手機放的話 你就是 你可能 要把這個 套子拿掉 因為下到喜歡紫王扣 要不然會很塞 然後他裡面 介紹你的主題 他裡面會有一個這個 他自己的一個 Logo 然後呢 這是 他是這樣子的 這個裡面 你可以放 我看裡面 可以放幾張卡 他裡面可以放六張卡 這個 這個地方你可以放六張卡 然後 中間這邊呢 你可以放 你可以放 手機 但是我拿來放護照 然後呢 在前面這裡 他另外還有一個加成 他總共有兩 一 二 兩個加成 應該算三個加成啦 然後他這邊方便是什麼 因為他這個拉鍊 零錢可以放裡面 因為有時候回台灣啊 你可能就是 自己帶的英鎊 或是 台幣 有時候你中間還要轉香港 你可能就會放些港幣在身上 就 看個人 我覺得有時候就還蠻方便 把一些錢這樣分類在裡面 然後 我會 我中間這裡會塞三本護照 我塞很多 我跟我兒子的 還有我自己台灣的護照 然後我會這樣子塞 你看放三本 也是OK的 就看你要放手機啊 護照什麼 我覺得有帶孩子的 是很方便 然後 够起來鞋背 然後你再擺一個包包 上飛機 會很方便 對 就這樣子 我覺得 然後這個 忘記介紹 他這個肩帶這邊還可以 還可以調 我是蠻矮的啦 你不用再多打洞 這個洞其實打的 我覺得還蠻夠的 所以你就 就自己調 你自己身高的 長度 真的還蠻方便的 而且他價格不貴 其實他蠻可愛的東西 真的 價格 不貴但是 他也是皮質的 所以我覺得 比那種 Rivitone好太多了 我改天再來介紹 Rivitone的東西 OK 那就先這樣子 改天我再介紹 別的 MK的東西 還蠻多的 OK 希望大家會喜歡 拜拜 拜拜 拜拜